阿瓦下船六号线既有专项施工方案模拟 金石路站与六号线金石路站P型换成段 采用盖挖法与暗挖法相结合的施工方式 三十号线金石路站地下三层 与六号线金石路站地下二层换成暗挖段 位于化彩路与金石路交叉口正下方 沿东西布置 台阶法 超前小导管柱将加固拱布图体 开挖一部动式 预留核心图 安装形钢钢架 打射锁脚毛杆 安装钢筋网 喷射同支户 一部动式开挖四至五米后或贯通后 可进行二部动式开挖 一二部动式错开四至五米 架里形钢钢架 打射锁脚毛杆 安装钢筋网 喷射同支户 二部动式开挖四至五米后 或贯通后开挖三部动式 预留核心图 二三部之间错开四至五米 安装形钢钢架 安装钢筋网 喷射同支户 及时进行出击支户背后铸浆 施锁底板防水层及二衬 预留钢筋 防水接头 从下向上依次施锁二次衬起 封闭封环 对于拱顶局部与六号线主体冲突段 直筋设置毛板 出支形钢与毛板连接 局部破除六号线底板冲突区 施锁防水层 穿插二衬主巾 胶筑二衬 并及时进行二次出气背后铸浆 C型墙支撑段 隧道土方开挖采用正台接法 先开挖上部导动 安装行钢钢架 打射锁脚毛管 安装钢筋网 喷射铜织护 出支行钢环向闭合 开挖下部导动 失所初期织护 安装行钢钢架 安装钢筋网 喷射铜织护 可出支行钢环向闭合 上下部之间 搓开一倍动紧 即四米 十座导动放尾底板防水层 同期二称顺索法 将注侧臂二称施工 至六号线底板下1.3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拆除导动顶部出支行钢 每次拆除纵向长度范围 不大于三分之一 胶筑叠合顶板 完成C型支护墙结构胶筑 本三次胶筑完成 盖挖段 盖挖部分采用 游锡向东分层开挖的方式 由锡开挖前 先行获除左线既有六号线 维护装体左侧 开挖边界 采用1.0.2的放阔 边坡采用钢筋网喷 加土钉墙支护 回填先行施工 后施工盖挖段 放坡范围采用 C20混凝土回填 破除中化洞口维护装 中化正常开挖 其边铺毛喷 中化油内结构 油内至外施工 按挖段 按挖段既有6号线与30号线 按挖段中间叠层板 分层胶筑 6号线底板改造 既有6号线西侧 切口底板改造 采用人工破除 及净粒切割 相结合的施工方法 切除6号线原油结构 再沿改造部位的底板 及侧桥范围 直进直径 18M400×200 纵向交错布置 楼梯搭设考虑 先完成下部结构 再从底板楼梯后 下方楼梯 两边 再连接下部结构 三边 二边 农至 伞桥 三边